今天我們繼續請教譚敏森 苦科醫生關於一些更年期的問題 譚先生 你好 你好 譚先生 我試過有些人客近期 可能已經收經了兩年 但突然間再滲血 他就很擔心 我想問一下其實這些情況多不多 如果收經的女士再滲血的情況 其實都是不正常的 多話又不算很多 小部分會有這些情況 都需要去見醫生 檢查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最擔心的可能是排除有沒有癌症 是的 我想問一下其實滲血會不會 因為有時候我們年輕的人客 就會說有些食慾 有些水浪還是什麼 其實今年期之後還有沒有這些事情 是的 其實都有可能會發生的 食慾來說可能是一些良性的 或者是惡性的 都可能要用超聲波 公開鏡去檢查 如果有的就要移除 切除它 也要拿去化驗的 嗯嗯嗯 我想問一下 比如剛才你說的更年期 除了有機會再出血之外 我也聽過有些客人說 其實他們的心情 或者經常都會發脾氣 其實是不是十個女士 十個女士都會這樣 今年期其實是一個女性必經的階段 是的 症狀來說每個都不同 有些可能都沒有什麼特別不舒服 但是有些就會比較有些害耳蒙 影響到身體幾方面的 最常見的症狀就是有些叫潮熱 突然間好像很生氣 突然間晚上又出汗了 這些叫潮熱 這樣看今年期就是快收經的幾年 都有機會發生的 有些可能持續幾個月 有些可能真的持續幾年的 嗯 但是如果他發現有這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吃一些藥控制的 有沒有的 如果他的症狀真的太重要的 影響到他的身體 其實都可以考慮吃一些荷爾蒙補充劑的 哦 是的 這樣去幫助 不過最好就是一個短的時間 因為荷爾蒙的都不建議吃得太長時間的 是的 這樣就幫到他了 除了潮熱之外 有些可能會有些 就是脾氣很暴躁 嗯嗯嗯 或者心跳很快 是的 其實有些都會挺困擾的 是的 有需要的 可能醫生會評估過他適合吃的話 可能一段短的時間幫助他舒緩他這段時間的 另外也建議 女士其實有適量的社交活動 舒緩一下自己的緊張 做一下運動 也都可以保護一些骨落 骨落 是的 我記得你有說過 其實今年期最重要的擔心就是骨質疏鬆 嗯嗯 其實骨質疏鬆是否意思就是說我們 就是當大家來試 哎這麼不幸運 以前年輕人經常都會咬柴的嘛 就是穿高跟鞋 但是如果老了呢 就怕那些骨子關不上嗎 還是怎麼樣呢 嗯 骨質疏鬆其實就是骨質的密度越來越低 它會變得脆弱了 就容易骨折了 嗯 所以在女生在今年期之後 骨質流失更加快 所以就要注意骨落健康 例如我們可以做一些適量的負重運動 跑步啊 這樣 曬多些太陽都會有維他命D 幫助我們吸收鈣質的 嗯 有需要的話都要吃一些鈣質的高的食物 例如牛奶啊芝士啊 這樣 是的 如果有需要的話 有些可能都要吃一些鈣片去補充 其實骨質疏鬆 剛才你講我的骨裂 是它沒有那麼容易生 或者是那個康復期要延長 還是怎樣 其實骨質疏鬆就是骨落脆弱 容易斷 容易裂 那康復的時候呢 其實可能都會對 比起年輕的病人 是多一點時間去復原 因為它的鈣質要聚集在那裏修補 是的 其實都可能會長一點時間的 嗯 所以如果你剛才說做一些負重運動 或者好像泡泡 其實就是鍛鍊那些骨 不要那麼快流失那麼厲害 是不是 是的 其實骨運動得多 其實它都會吸收多一些 懂得吸收多一些鈣質的 哦 這樣嗎 哦 是的 所以多一點做運動 是的 骨質就懂得吸收多一些鈣質在骨裏面 雖然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我經常都聽醫生說 老了就不是吸收得那麼容易的 不過我們都要繼續吃那些東西 是嗎 是的 在食物方面 有些骨質疏鬆比較嚴重的 可能有些藥 要真的去再增加吸收鈣質的 這些就要醫生評估一下 會不會合適一些藥 去補充 那譬如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會建議一年去做生產檢查 怕有什麼子宮頸癌 其實在更年期之後 是不是應該保持著每一年 就算沒什麼事情也好 都會這樣跟進的 是的 其實過了更年期的女士 都最好定期去做子宮頸 都要沒檢查事業 是的 其實因為收了經都有機會 子宮頸也會入細胞變異 是的 最好就是一年一次 如果之前都一直都檢查過 是很正常的 又沒有出血的話 一至兩年一次都可以的 是的 子宮頸癌變異測試業 有時候我有些客人都會問的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個階段 我上年檢查了 不用每年檢查了 其實以你們的經驗來看 是好像兩年 因為有時候你心理就是這樣 心理就是沒有什麼 那就幾年先吧 你們的經驗真的推薦 因為它一翻法 會不會是突然很快的 還是怎麼樣的 如果沒有病徵 譬如沒有不正常流血 其實一年一次可以的 其實也有一些研究或者指引 有指引說的 譬如連續兩年都沒事的話 其實可以隔兩年至三年都可以的 當然中間如果有病徵的話 當然要跟緊一點 是的 所以都不可以不記得了 所以定期都是檢查著會好一點 是的 所以 因為我們女生最怕 要麼就老了 不靈了 或者你剛才說什麼骨質疏鬆 所以其實我們就怎樣都要 保持著每一年都找苦方醫生跟一跟 就不要去到病的時候 先醫治就會太遲了 是的 女性來說定期做檢查都比較好 一定要 是的 一定要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譚醫生 謝謝 謝謝